摊位前满满的新鲜蔬菜等着被消费者挑选 而一方写着爱心蔬菜则是老板刻意布置 综合胜利文员市场封蔬菜行的老板张峰毅 因疫情三级警戒后生意大受影响 但他有了不同的想法 把卖相较差的新鲜蔬菜放在摊位前 写上爱心蔬菜供需要的人自行取用 因为现在景气也比较不好 疫情影响很多人有房贷车贷 我们菜有时候会有NG 天气炎热就会比较丑 但是还是可以吃的 我们都送给有需要的人 建议当天吃这样 疫情影响张峰毅的生意受波及 还有更多人生活陷入困境 想要尽份微薄之力帮助需要的人 蔬果做整理后免费提供大家NG蔬果 不论年轻老少 有需要的都能到他的摊位自行取用 只要不要浪费 就是不管年轻老少 就是不要浪费就好了 对 都免费 疫情让全台湾笼罩在一股低气压中 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像张老板的善心人士 一个贴心的想法 带给弱势家户温暖的人情味 季二杰明山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